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第四十四集 在孙少安一家人为贺秀莲的到来既高兴又忧愁的时候 这位大眼睛的山西姑娘现在却只有高兴而没有忧愁 他并不知道这家人在背后为他和少安办喜事而怎样奔波和熬煎 他只是一味的沉浸在他自己的幸福之中 秀莲五岁上失去母亲以后 一直是他父亲把他和他姐秀莺拉扯大的 他父亲除过劳动以外 还是远近出名的酿醋好手 在黄河岸边的甘石山里 是收获不了多少粮食的 但他家靠卖老陈醋的收入光景不仅没垮过 反而比村里其他人家要宽裕一点 因此他姐秀莺长大后 村里和周围有不少人家提亲事 因为父亲单身一人 他年龄又小 姐姐决定招一个上门女婿 结果就和本村的常友林结婚了 秀莲在本村上完小学 就没有再到柳林镇去上初中 他天性不爱念书 觉得在学校不如在山里劳动自由自在 他在十八九岁的时候 身体就完全发育起来 心中已经产生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念头 但本村和周围村庄他认识的小伙子 他连一个也看不上 秀莲是个农村姑娘 又没机会出远门 无法结识他满意的男人 当然 这不是说他要攀个工作人 不 秀莲知道自己没文化 不可能找一个吃官饭的人 就是有工作人看上他 他也不会去嫁给人家 两个人地位悬殊 又说不到一块 活受罪 眼看过了二十岁 秀莲苦恼起来了 这时间倒有不少人家向他提亲事 但这些人他早已在脑子里盘算过了 一个也看不上 他父亲 他姐姐和他姐夫 似乎都发现了他的烦恼 先后从侧面转弯抹角地查问他的心思 他干脆给家里人说 周围没他看上的男人 他姐夫对他开玩笑说 那到外地给你瞅个女婿 秀莲却认真的说 只要有核心的 山南海北我都愿意去 爸爸暂时有你们照顾 将来我再把他接走 家里人吃惊之余 又看他这样认真 就向他们所有在门外的亲戚和熟人委托 让这些人给他们的秀莲 在外地寻个对象 本来秀莲只是随便这么说说 他并没有指望 真能在外地找个合适的男人 他想一定不行了 过两年也就在本地挑选个人 反正不能一辈子老待在娘家的门上 可是突然在他面前出现了个外地人 孙绍安 秀莲一见绍安的面 就惊喜地心崩崩乱跳 天哪 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吗 绍安长得多帅 本地秀莲还没见过这么展阳的后生 再说 这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汉性 叫一个女人觉得 跟上这种男人 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 只要拉着他的手 就对任何事不切心了 相比之下 本地那些想和秀莲相好的小伙子 一个个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 秀莲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 交给了这个远路上来的小伙子 当绍安一再说 他家如何如何穷的时候 秀莲连听也不想听 穷怕什么 只要你娶我 再穷 我也心甘情愿跟你走 他爱上绍安后 就舍不得离开他了 依秀莲的想法 他即刻就准备跟绍安回去结婚 但亲爱的绍安哥说 这太仓促了 他歪好得回去准备一下 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 秀莲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 但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 他提出 最迟在春节就办事 绍安拥不过他烈火似的感情 也就同意了 当他把绍安强留了一个月 绍安不回家再不行的时候 他就又撵着绍安来了 他生怕绍安像一只鹰似的 飞去再不返回来 现在他来到双水村绍安家里 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 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心上人 对这个穷家的确没一点不满意 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 很入眼 有文化的城里人 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 在城里人看来 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 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 可是实际 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 真的 正由于他们知识不多 精神不会太分散 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 所以 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 更强烈 秀莲到绍安家 转眼间七八天就过去了 但他还是不愿意走 绍安背转他家里的人 偷偷对秀莲说 你走时 给家里人说 你住四五天就回来了 因此 你也不要耽搁太久 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 要操心的 秀莲只是不好意思地 抠着手指头 红着脸说 我 舍不得离开你 绍安亲热地对他说 你先回去 春节前 我就寻你来 再让我住上几天 秀莲央求说 绍安看没办法打发他 只好说 那也行 再几天 就是八月十五 你过了中秋节再走 另外 我们村年年都是八月十四 打红枣 这一天村里可热闹来 不过 还是让我给你家里写个信 就说 你过了中秋节回家 不要叫他们操心 秀莲说 不要写了 等信到家里 那时 我也快动身回去了 绍安同意了秀莲的意见 秀莲好高兴啊 他又能和绍安在一块 多待几天了 农历八月十四日 双水村沉浸在一片 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 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 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 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提着匡拦 扛着棍杆 纷纷向庙平的枣树林里拥去了 在门外工作的人 在石阁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 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 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 传统的打枣节 一吃完早饭 孙绍安一家人 就都兴高采烈的出动了 孙玉后两口子提着框子 蓝香拉着秀莲的手 胳膊上挽着篮子 绍安扛着一根长木棍 绍平背着笑嘻嘻的老祖母 一家人前呼后拥 向庙平赶去 他们在公路上看见 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 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 喊声 笑声 棍杆敲打枣树枝的琵琶声 混响成一片 撩拨的人心在胸膛里乱跳弹 在孙绍安一家人上了庙平的地盼时 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 一棵棵枣树的枝叉上 像猴子似的攀爬着 许多年轻男人和学生麻 他们兴奋地叫闹着 拿棍杆敲打树枝上繁密的枣子 随着树上棍杆的起落 那红艳艳的枣子 便像暴雨一般 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 身上换了贱人衣裳 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树 沾着口水 书得黑鸣发亮 他们一群一伙 说说笑笑 在地上捡枣子 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 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 顺手摘下 或捡起一颗熟的酥软 红的发黑的枣子 塞进自己的嘴巴里 香喷喷 甜丝丝地嚼着 按老规矩 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 只要本人胃口好 都可以放开肚皮吃 只是不准拿 只有甜二十个例外 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 光捡枣子 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 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 往他前肩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 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 掉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 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 他一边捡 一边吃 一边黑黑笑着 还没忘了嘟囔说 事事要变了 人们还发现 连爱红火的老家伙 甜万有 也能翘地爬到枣树上去了 他拿一根 五短三粗的墨棍 一边打枣 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 把打樱桃随心所欲的 改成了打红枣 地上的妇女们 立刻向枣树上的甜碗油喊道 甜舞 亮开嗓子唱 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 张桂兰还喊叫说 来个酸的 甜舞的兴致来了 索性把墨棍 往树叉上一横 仰起头眯起眼 嘴巴咧了多大 放开声唱开了 你那个酸的 恶酒来个酸 欲个致上一横 欲个致上一横 可不换 欲个致上一横 小个心心 甘米子 你家 盘手战 欲个致上一横 恶酒来自家 欲个致上一横 妇女们都笑得前腐后仰 张桂兰朝树上笑骂道 把你个挨刀子的 田舞咧开嘴 正准备继续往下唱 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 拿起墨棍 只管没命的打起枣来 再不言传了 他猛然看见 他儿媳妇银花 正在不远的枣树下捡枣来 年轻的儿媳妇 扫子连头也抬不起来 众人马上发现田舞为啥不唱 于是一边继续起哄 一边快乐的仰起头 朝枣树上面秋天的蓝空 哈哈大笑 哎呀 这笔酸歌都让人开心 田舞满脸通红 哎 要不是儿媳妇在场 他今天可能把酸歌唱美了 只要银花不在 就是他儿子海民在 他也不在乎 田舞的儿子田海民 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 副书记金郡山几个人 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场上 那里已经堆起了 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 两个生产队的队长 绍安和郡武也在那里 几个队干部正在过金撑 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 枣子打完后 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网开分了 孙玉婷在庙平这面负责 他不上树 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 大部分时间要跑前跑后 吆喝着指挥大家 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 不让人把枣子 揣在自己的衣袋里 孙少平把奶奶 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 就跑过去捡了一些 绵软的枣子 放在奶奶跟前 老太太尽管嚼不动 但还是想吃 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他一再问别人 为什么俊斌他妈没来 往年打枣时 都是他两个坐在一块 一边吃一边说 今年为什么就他自己一个人 少平的奶奶到现在 还不知道俊斌已经顽固了 金老太太今年没心思 来参加这个红火热闹 奶奶一再问个不停 少平只好对他说 我金奶奶病了 哦 是这样 他比我还年轻了 老太太嘟囔说 金波也未打枣 从学校赶回来了 少平向他询问了 这一段学校的情况 金波问他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 少平说 准备过完中秋节就回去 金波高兴地说 那正好咱们呢 可以一块走 长篇小说 平凡的世界 作者 陆瑶 演播 杨晨 张震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